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系统之所以不能落实的原因 就是因为执行人员的问题 各位 他出了问题在哪里 如果照着目前这种管理的模式 你能够做大使悲慢 你会做里面的工作 不代表你会设计这个管理上的整个枪空 下一步 我要跟上一场路的话 我缺少什么 很多东西都是老板自己一个人在做 就是因为我要达到我的要求 他们也达不到 所以我变成我自己都在做 然后他们只是负责踢球 然后进球 可是他们不懂那个真正的原理 是要赢球 系统其实一直很想把它做出来 可是没有看到C1 什么叫有system 你讲的system在不同的控制 你这两天回去要做的是group in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你应该知道回去做哪一个钱的对不对 那好像有一个方式方程式甚至一个系统 可以让我们把它fill in the blank 我觉得我可以扶持之前回大学的东西 所以setflow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感觉我的东西整个场社会有功 我看到希望了 因为真的是像老师说的这样简单 能够操作 如果我来了之后 我真的是服了 真的 真的 你如果觉得热 觉得烧 不是因为那些话 你听得进去 这样子把一只大象 给它吞下去 对不对 我有这样子的雄心万丈 你有吗 东西就这么全部的连接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是一个 一层一层 牢牢紧扣的完美的 这是全世界最完美的能力 学起来这个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